1961年,戴高勒总统违背军方意愿,决定结束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,让阿尔及利亚实现民族自决。 四位法国退役将军不服从政府方针,发动叛乱,叛军一度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中心区,几天后被镇压。 在阿尔及利亚,白人殖民者又一势力以及秘密军事组织呼吁打倒戴高勒。 尽管如此,法国政府仍然与民族解放阵线签订了停战协定,结束了为期七年的战争。